大家好 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是一本书 而且是一本学术书 可是就是这么一本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 在这两年的时候却特别的红 而且可能是突然一夜爆红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热度没有那么高了 但是你去书店吧 在人文社科这边的书架的显要位置 你还是能找到这本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为什么突然之间他就一夜爆红呢 这个咱们都知道 因为王书记推荐 2012年的时候 在一次中纪委的座谈会上 王岐山书记给大家推荐说 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 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 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书记可是学历史出身的 这么推荐一本书肯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这句话一出来 好多人就跑到书店去 蜂拥而至 去抢这么一本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个火爆程度就跟若干年前抢时间简史一样 甭管看得懂看不懂吧 先买一本 哥家里供着 各个出版社也是闻风而动 这就是商机 之前已经出过版本的 那当然最好了 拿出来翻信一下 加印 没有出过这本书的 那就赶紧找人翻译嘛 这好就好在说这本书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书了 已经没有版权了 就是说在公共领域了 所以找个人翻译出来 赶紧紧急上架 也要来分一杯羹 当然了 这种如火如荼的盛景 也不是只因为王书记那么一句话 刚说了王书记推荐必有他的道理 也的确是 因为这本书对当今确实有借鉴意义 有关于我们的改革 有关于我们的反腐 有关于我们思考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说了这么多 那么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简单来说 这是一本关于法国和法国大革命的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个大革命指的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大家都知道 以1789年7月14日 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域作为标志开始 法国人民是掀起了一场争取民主 争取平等的这么一场大革命 统治法国几百年的波旁王朝 这是一个专制王朝 在几年之内土崩瓦解 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 革命的潮流是风起云涌 把旧世界打得粉碎 整个法国是在历史上发生了一次 急剧的大急转弯 过去的特权阶级 贵族和教士阶级 在这个时刻被掀翻在地 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特权 而新的观念也在旧的废墟当中逐渐确立起来 这就是天赋人权 人人生而平等 这些观念是逐渐变成了人们普遍的固有的观念 在大革命之后是迅速向全世界传播 大革命时代 泥沙俱下 这中间也出现了很多极端的事情 革命嘛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会那么温文尔雅的 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那个断头台就没有闲过 他们不仅砍掉了国王的头 砍掉了王后的头 砍掉了贵族的头 也砍掉了平民的头 也砍掉了想要砍掉别人头的人的头 这革命的历程也是瞬息万变 从一开始相对温和的君主立宪派执政 到后来吉伦特派上台 到后来奉行极端政策的雅各宾派上台 丹东 马拉 罗布斯比尔 这些人上台 到后来说大家受不了恐怖气氛 热越党人上台 到时候这些人都收拾不了残局 终于把拿破仑给推上了前台 拿破仑是建立了他的帝国 法兰西第一帝国 他当了皇帝 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就跨出法国国界 向整个欧洲蔓延 欧洲各个旧势力的君主 联合起来一起绞杀法国大革命 终于是在滑铁路之后 把拿破仑流放到大西洋里边的 圣恒勒拉岛上 波旁王朝是短暂得以复辟 但是这个时候的法国社会 已经跟革命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经过革命洗礼的法国人民 后来又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最终是把法国的政局 永远的发生了改变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这就是在人类近现代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道分水岭 但是这个大革命 到底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不是就是砸碎一个旧世界 建立一个新世界 就这么解释就算完了呢 革命的爆发 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革命的过程 是不是就符合我们的想象呢 而革命的成果 是不是就符合革命之前 对于革命的一个预期呢 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 有很多很多人 也写了很多很多的书 很多很多的文章 其中很著名的一本 就是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是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并没有亲身经历 法国大革命 当然如果你说 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历程 不只是到1794年 热热党人上台算结束 而是可以往后一直算 一直恨不得算到1830年的话 那他是经历过了 但是他至少没有经过 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 高潮时期其实就那么几年 就是把国王脑袋砍掉了那么几年 托克维尔本人其实是贵族出身 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 他能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 来描述这个法国大革命 而且去深入的分析它 并且写出自己的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跟平常 我们对大革命的一个刻板的认识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简单来说 他的观点就在这个书名上面 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们通常认为大革命 是砸碎了旧制度 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 但是托克维尔通过 对第一手资料的这个整理和分析 最后得出结论 说这个大革命 其实是脱胎于旧制度 是旧制度导致了大革命 而且也在大革命的这些成果当中 落下了非常深的这个烙印 那么这本书究竟是怎么写的呢 让我们打开书本看看 托克维尔到底说了一些什么问题 这本书分成三边 也就是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其实没有标题 但是总结出来的话 第一边主要讲的是大革命 大革命是怎么回事 大革命怎么了 第二边讲的就是旧制度 它核心的问题说的就是 那些被认为是大革命造就的新事物 其实都是脱胎于旧制度 那么第三边就说旧制度 为什么会引发大革命 作者得出来的最有意思的结论 就是并不是说大革命之前 法国这个社会压迫就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狠 相反其实法国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错 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造就了大革命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作者在序言当中 自己就说了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 他说现在我呈现给公众的这部作品 是要解释 为什么几乎同时在欧洲各国酝酿的大革命 在法国而不是其他地方首先爆发 为什么它自发的产生于 它要摧毁的社会之中 旧的君主制为何如此完全突然的垮掉了 而且他还要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在大革命初期的时候 人们本来对平等和自由 有着同样的这样一种追求 但是为什么在大革命当中 对于平等的追求越来越极端化 但是对于自由的追求 却慢慢的就忘记了呢 而在大革命之后建立的新社会 它跟大革命之前的旧社会 到底有多大的一统 哪里相似哪里不同 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当中 法国人民究竟得到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那么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这一切都要我们在书中得到答案 好 下面咱们就把这本书细细的捋一遍 这本书的结构非常有意思 虽然每一边 也就是这书的每一个大部分 并没有标题 就是第一边就是第一边 第二边就是第二边 这刚才它到底讲的什么意思 这是我总结的 但是它每一章里边这个标题 用的可就有点太详细了 就很少有这样的书 能把这一句话写的完完整整 比如说第一边第一章 就说大革命爆发时 人们对它的不同评论 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章要说什么东西 甚至有的张明 把这一章的结论都说得很清楚 比如说第二边第二章会说 中央集权这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而不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 这个结论就很清楚 那么我们在看这书的时候 这个思路就可以很清晰 这么说来的话 这本书按理说不应该难懂 因为它每一章的标题 我们如果读一遍的话 就把目录读一遍 我们大概也就知道 这个作者想说什么东西了 那么好 我们还是一张一张的来说一说 作者究竟写了些什么 好第一边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时 人们对它的不同评论 那有什么不同的评论呢 归根结底 其实只有三个字 没想到 大革命之前 在欧洲是有一段时期 叫做启蒙时期 Enlightenment 在这个时期 就是一些知识分子 一些文学作家 他们写的一些对于社会 对于理想社会的一些 向往 对于人人平等的 这样一种追求 一种理想 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他们对于革命来说 是做了一些理论上的准备 但是实际上 在那个时候 在革命爆发的时候 这些人也没能判断说 这革命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时的欧洲的一些君王 也是非常喜欢 跟这些启蒙作家打交道 但是他们也没有想到 说这革命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革命爆发了 大家就觉得说 这跟以前这个时代 肯定是不一样了 但是究竟怎么不一样了呢 这还真是不知道 对于这些欧洲的 这些封建君主来说 就除了法国之外 其他的欧洲国家 什么德意志的一些王宫 德意志当时分裂成 很多的小国 为首的就是普鲁士 在大革命之前 正好是他们的 菲特列大帝在位的时候 当然他没有赶上 法国大革命就去世了 但是他在革命之前 也就没有预料到 说这革命会怎么样 这革命爆发之后 很多英国人 法国人 很多德国人 就是欧洲的很多的观察家 全都看错了 多数人认为 这没什么 这不过就是一次地方性事件 一个小阵痛版了 法国国王虽然被囚禁了 一开始只是被囚禁 或者说被软禁 那也不过就是一个 之前此起彼伏的这种事情 多了去了 所以这些欧洲王宫 聚到一块开会 也说着要谴责 大革命怎么怎么样 但是压根他们就不信 这种革命会对他们的统治 造成什么影响 他们最关注的其实是 借这个机会 能够削弱法国 因为法国是个传统的欧陆大国 从路易十三 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 太阳王在位 七十几年 东征西草 这法国在整个欧洲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法国这回革命了 内乱了 获起 消强了 那对于这些欧洲国家来说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这里边根本就不是说 他们对大革命会有怎样的一个认识 那么其他的观察者 他们也没有看出来这个事情的趋势 比如说有英国人说 在法国旅行的时候 所见所见 他觉得这革命一爆发 恐怕要增加那些特权等级的权利了 这个我们知道 跟后来的事实完全相反 特权节级 不光没有增加他们的特权 反而是被打翻在地 擦上了多少只脚 还有人判断说 这大革命之后 这法国就一蹶不振了吧 这个法国整个的就要颠覆了 也不会再是欧陆强国了 但是这个我们知道 跟事实也是相反的 大革命不仅造就了法国的强大 而且由拿破仑横空出世之后 是空前的强大 这是后话了 总结起来的话 大多数欧洲人 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认识 都是没想到 而一旦革命真正起来之后 这个意见也会分成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认为 这革命也没啥 不过就是一场周期性的阵痛罢了 而另一个方向 就是正好相反 是把大革命看成了魔鬼 洪水猛兽 觉得这就要彻底颠覆人类社会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 大革命一起来之后 将使人类焕然一新 整个法兰西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整个世界来说 都要创造出一种新人类 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事实证明他们都想的太片面了 真正的结果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那么第二章 托克维尔说的是 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 不是要摧毁宗教权利和削弱政治权利 为什么要提出来这个 就是因为在欧洲的话 基督教传统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 尤其是在法国 法国这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 当然中间容许了新教的存在 那也是经过流血的 圣巴特罗庙大屠杀 那是几百年前的这个事情了 总之宗教在法国 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这特权等级当中是两个等级 两个阶级 一个是贵族 一个就是教士 教士代表的就是宗教的力量 在法国大革命的最开始的一些行为当中 就有攻击教会 而在大革命慢慢的接近尾声的时候 反宗教的情绪还在继续蔓延 一直到最后才收尾 但是作者在这地方想要证明的是 其实并不是因为基督教 或者说教会多么招人恨 宗教本身其实并不是招人恨 招人恨的是教士在社会上 获得了那种地位 那种财产地位 那种社会地位 这个才招人恨 他举出来的反例是 一旦大革命之后 这些教会 这些教士跟土地财产 跟这些统治权利 跟这些政治制度 就没有直接关系的时候 人们又开始又找回到了宗教的庇护 宗教又在法国得以复兴 作者在这里面说得很清楚 说基督教之所以 激起如此深仇大恨 并不在于它是一种宗教 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 并不在于教士 自称是来世的代理人 而是因为他们是现实的地主 领主 征税者 行政官吏 并不在于教会 在即将建立的新社会中 失去地位 而是因为在正被摧毁的旧社会中 它占据了最有权势的地位 所以法国大革命 其实是一场很现实 很世俗的这么一场革命 之所以冲击了宗教的权利 仅仅是因为宗教在世俗当中 发挥了比它本身应该有的地位 更高的一个作用 那么另外一个容易对大革命 产生的误解 就是革命 是趋向于无政府状态的 你看到处都是一片混乱 一片恐怖 革命的恐怖 像亚革命派上台之后 断头台刚刚刚到处砍人 处处都是互相逗来逗去 这种状态 是趋向于无政府状态 但是作者说 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在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 君主立宪派的首领 米拉伯伯爵 就向国王写信的时候说过 说这革命来的太及时了 太好了 他所有打碎的这一切 所有的让世人平等的这种理念 对于王权来说 都是一种加强 因为原先是有特权等级 在跟国王分庭抗礼的 现在大革命一来 这些特权等级全被取消 全被打破 那么居于最顶上的 就是国王的权利 反而是得到了加强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说 要废除国王 大革命是要废除 一切旧的社会形态 打碎一切现存的机构 确实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反而需要更加集中 更加强力的一个权力机构 他把原来分散在社会 各个角落的权力 都吸收到中央政权当中来 所以这个居于中央的权力 不仅没有被削弱 反而是得到了加强 第三章则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说明大革命的一个特征了 就是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革命 却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展开 其原因何在 就是刚刚也已经说了 就是法国大革命 这明明是一场现世的革命 是一场世俗的革命 但是他怎么会跟宗教革命的形式 有些相似的之处 就是说在此之前 一切的革命都是有一个祖国的 并且变革都是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但是法国革命却不是 他没有自己的疆域 不仅如此 他的影响已经从地图上 抹掉了所有的旧国界 也就是说从法国这一个国家 向周围的这些国家蔓延 所以才引起了欧洲这些君主的恐慌 因为革命在往外输出 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 已经超越了一切的国籍 所有认同法国大革命理念的人 他们都是一个同一个国家的公民 因为人人生而平等 那么所有其他的什么民族 性别人种 这些属性都在这面前不堪一计 天赋人权既然是平等的 那么人和人之间就是一样的 这样的理念 放之四海是皆准 像这种普世的理念 在过去人类的经验当中 只有那种普世的宗教才具有 比如说基督教 比如说伊斯兰教 这些世界性的宗教 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就是在基督教之前 像罗马帝国经约的这些宗教 他们对于像别的民族传教 是没有任何兴趣的 因为宗教只限于他们的民族 一个民族 有共同的文化习俗 有共同的宗教 有共同的神明 所以他们是一个民族 但是在基督教出现之后 他摆脱了具体的国家 具体的民族 具体的政府形式 具体的社会形态 具体的时代的限制 凡是信仰这个宗教的 都是兄弟姐妹 那么就给他巨大的生命力 从各个文明形态当中 获得了巨大的传播 所以他才会变成 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这就是一种宗教式的革命 那么法国大革命 正是与此类似 所不同之处 只是说法国革命是关乎现实的 而宗教革命是涉及来生的 就是一个是管此岸世界的 一个是管彼岸世界的 那些具有普世性质的宗教 把人抽象出来 视为是一般的 不以国家时代为转移的人 那么法国大革命 其实也是这样 甭管你是哪个民族的人 哪个宗教的人 一切都是平等的 那么就把人给抽象出来了 于是人就具有了 普遍的一个价值 于是这样的理念 就更加具有普遍性 也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东西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法国大革命 就能被一切人所理解 也能够到处被人效仿 也可以到处去传播 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说 大革命本身 已经成了一种新的宗教 一种新的信仰 只是它有待于完善 它没有上帝 也没有宗教信仰 也没有来世 但是却可以输出一种狂热 而让整个世界到处 是充满了它的信徒和它的士兵 那么在大革命之前的欧洲 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这就是第一边的第四章 欧洲如何建立了一样的制度 又如何一起崩溃 它指的一样的制度 就是封建制 我们说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前 是漫长的一千年 是黑暗的一千年 是中世纪的一千年 这一千年就是处在封建制的社会之下 所谓封建制 中文是借用了一个译名 因为中国曾经存在过封建制 中国的封建就是封土建国 这有块地 封你在这当诸侯 你就世时代代统治这里 世袭 西周春秋 这是最典型的封建时期 我们听到的春秋五霸那些故事 各个国之间 小国之间打一打去那些故事 这就是封建制的时代 这是中国传统的讲的封建制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在欧洲来说 这个feudalism差不多也类似这样的一种体制 就是有国王 下面有骑士 这骑士分三六九等 也是按这个爵位 分这个供侯伯子男 供爵 侯爵 男爵 这一大堆这些爵位 这个当然这个是翻译的名称 是我们跟中国这边五等爵对应过去的 但是这个级别是客观事实 那么下一层的封臣 就对他的封军有封建的义务 他是靠这样一层一层的封建的效忠关系 来维持这样一个封建制的 而托克贝尔在这一章中 一方面是描述了说 欧洲封建制在哪哪都差不多 英国 法国 德国 德国当时不是统一 但是德国范围之内 包括各个日尔曼民族 奥地利 普鲁士 还有其他一些小公国 在这些范围之内 到处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都是有统一的 都有议会 这个议会都是由同样的成分组成的 都有同样的权利 在不同的阶级之间 都有等级社会 贵族是占据同样的地位 城市也差不多 都有相似的结构 农村是什么样的管理 农村这些 它那些环境 土地怎么被计划 被拥有 被占据 被耕种 然后电农制 领主制 怎么怎么 这些几乎都是一样的 但是另一方面 这种旧体制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 是逐渐趋于衰落 到处濒临垮台 在封建制时代 作为社会中间的是贵族阶级 这个贵族阶级 以骑士和教士为核心 这个阶级在 不可救药的衰落下去 染上了老年衰弱症 本来由他们统治的 基层的这些人民 就民心就开始倒向王权 倒向贵族们头上的 那一个一个的国王 而这些贵族的衰落 本来是让他们力量越来越弱小 产生的危害越来越小了 但是他们激起的仇恨 反而越来越大了 这个在后面的第二篇当中 有非常详细的论述 总之 由于欧洲王权的逐渐加强 这比封建时代的国王 拥有更大的权利 那么此消彼长 那些封建贵族的权利就被逐渐削弱了 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一点都不陌生 这种事情在中国其实是发生在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 那么多国家都要求变法 他们变法变的是什么 就是要加强各国的王权 加强的最狠的就是秦国 所以最后秦始皇统一了六国 那么反对变法最起劲的是谁 都是六国救贵族 这救贵族是哪来的 都是先秦那些传下来的这些封建领主 这跟西欧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个状况 其实有相似之处 那个时候也是用国王派下来的这些官吏 取代了地方上这些贵族们的直接统治 那个国王的官吏就是流官 取代了那些世世代代封在那地方的封军 这不就是加强中央王权 加强专制统治的这么一个过程吗 那么好 再匆匆的了解了一下 欧洲当时整体的一个格局 了解了其他国家的这种状况之后 托克维尔把目光又拉回到了法国 提出来说 法国革命独特的功绩是什么 他提出的问题包括 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它本身的特点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它偏偏要这样发生 它又完成了什么 这第一边作者是先论证了说 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为了摧毁宗教信仰的权威 它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 它也不是想让混乱延续下去 它是摧毁了若干世纪以来 完全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那种封建制度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一致 更加单一 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这样一种社会秩序 革命是一种非常突然的一种社会变革 它事先没有任何的预兆 没有任何的过渡 没有任何的预备 也没有任何说有时间去同行 脆酷辣朽 突然就完成了可能需要好多代人 好长时间无法完成的事情 这就是革命的成果 那么这么大的一场革命 为什么是在法国发生呢 那就是作者后面要回答的问题 所以第二边就是在讲法国的这些旧制度 首先第一章就在说 封建权力在法国 为什么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是人民憎恶 为什么法国的特权阶级这些贵族就这么遭人恨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在别的国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托克维尔这个时候 这个研究是获得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 包括大革命期间 大革命之前 某些地区的土地清查的账策 还有一些税收的记录 还有什么什么东西 这张的论证 其实就为了说明一件事 并不是因为法国的封建领主 多么多么坏 多么多么强势 才惹得法国人民那么纵悟 而恰恰相反 从前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这些封建领主 他们本来有统治当地这些人民的这些权利 而这些权利逐渐逐渐都被国王给收走了 国王往地方上派员 派总督 总督下边再派分支机构 分支的这些官吏 他们来直接统治这些人民 这样的话就把这些贵族就给架空了 这贵族也乐得好吧 我不管事了 不管这些事情 但是原有的一些封建义务还在 比如说有些捐税 该捐给封建领主的捐税照样得捐 而有些税收 对于封建领主来说又是豁免的 这些农民就不干了 说你跟我是一样的 你就是我的邻居 你并不怎么管我 你不是来直接统治我的这样一个官员 但是你有这样的特权 这样的优惠 税也不收你的 有什么劳逸你也不用去 我还得替你干活 凭什么 这能不遭人恨吗 其实法国农民的日子已经比以前好过的多了 他们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 但是名义上他还得受他封建领主的管辖 这好多义务都得去尽 那他当然就不愿意了 这是地方上的情形 那么从中央的角度来说 第二章就在说 中央集权只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而不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 就是看到大革命最后的成果的时候 你看到拿破仑那么强有力的一个政府 非常的强势 那是中央集权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但是作者试图论证说 这种中央集权 它不是来源于大革命之后的成果 而实际上是脱胎于旧制度 法国在整个社会体制当中 其实在欧洲是一个异类 它跟古代的中国其实很像 就是秦始皇之后的中国 占主流的已经不是封建制 而是郡县制 所谓郡县制 就是皇帝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地方 这种体制在法国大革命之前 已经在法国出现了 刚才已经说到说 那些地方上的那些贵族 已经失去了他们在封建时代的一些权利 那么派谁去的 就是派各个省的总督 总督下边有总督代理 总督代理下面再层层派 这个官吏去收税 去干嘛干嘛 去做一些行政事务 那么在中央 中央就是国王的御前会议 这国王的御前会议 有点像内阁了 就一切政务大大小小 都通过御前会议去来决定 那御前会议听谁的 当然是听国王的 这御前会议决定一切 甚至决定哪块地上适合种葡萄 哪块地上适合种别的什么东西 那再进一步说 第三章 如今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 其实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那么旧制度是如何管理政府的 如果说这些城市的政府 在中世纪的时候 还有一些自治权利 还有可能是由当地的民众选举产生 或者说再不计 是国王卖官欲绝 把这个城市的管理权 要卖给当地的政府 这种耍流氓的这种手段 那也行 反正当地人只要把这个官职买下来 给国王足够的权 相当于贿赂一下国王 好歹这个权力的统治权 还是归当地的议会 或者是说当地选出来的什么大会来统治的 但是在大革命之前 这种权力越来越削弱 各地的官员都逐渐把地方的政府 都归于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之下 这种体制并不是大革命造就的 而是在旧制度的时代 就已经是这样了 这是行政权 那么司法权 第四章就在说这件事情 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 是属于旧制度的体制 从中世纪的传统过来之后 有最高法院 国王按理说 是不能直接插手最高法院的 但是他又另外设了一个行政法院 一切跟政府机关 跟政府有关的一些诉讼 都是要经过行政法院的 那在这里边国王通过预前会议 就可以直接插手了 中央集权专制的这样一个 王权的政府 一手抓住了行政权 一手抓住了司法权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 第五章 权力集中 为什么扎根于旧制度 但没有摧毁他 在这一章里面 作者总结了一下 前面几章的要点 就是说 位于王国中央的一个机构 在管理全国的政府机构 一个大臣在管理 几乎所有的国内的事务 每个省都有一个官员 在领导一切大小事务 就各省的总督 然后次一级的行政机构 或者权力机构 只有事先请示 方可以活动 就要受中央的控制 而司法这方面 特别法庭是有权受理 与政府相关的所有案件 并且庇护所有的官员 这样一种途径 明明就是大革命之后 形成的极权政府 但实际上这一切 在旧制度的时代 就已经都形成了 而大革命之后建立的政府 非但没有瓦解 这种中央极权的状况 而且还对此进行了 非常重大的加强 这是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 大革命的这些理念 还是要靠这样 中央极权的这种体制 才能够得以传播 他们的一些理想 只有靠中央政府 才能够实现 而且还必须是一个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所以旧君主制 虽然在大革命前期 被推翻掉了 但是很快又重建起来 重建起来之后的 中央极权的政权 比之前旧制度 之前那个政权 还要强大 也更加集中 所以很诡异的是 这民主革命 虽然对旧制度的 很多的体制 都进行了扫荡 却是对中央极权 这个制度 起到了巩固的效果 那么在大革命的 风气云涌的形势之下 中央极权制度 给人的印象 实在是太深刻了 人们理所当然的 就认为 中央极权制的建立 是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殊不知 这其实本来是旧制度 早已存在的一个东西 只不过那时候 可能并不是那么明显 而在大革命的时候 它被加强了 被凸显出来 第六章写的是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看到这张内容之后 我觉得我们都觉得 应该很熟悉 虽然这是几百年前的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有一些问题 依然存在 它说的这个风气 行政风气 无非就是官僚主义 文读主义 这个上下 这个七上满下 类似这样的事情 行政效率的低下 在那个时代 凡是中央极权的政府 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权力 都来自上面 所有的决定 都是要请示上级 才能做决定 所以这个效率 自然就会低下 这个所有的集中 这个权力的集中 还有所有的资源的集中 也造就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就是第七章说 在欧洲各国中 为什么法国首都 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 并吸取全帝国的进化 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会心的一笑 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 就大革命之前 就已经是这样了 就是巴黎 已经是吸取了 全帝国的进化 已经可以代表法国了 它主导着法国的命运 那么外省 对于巴黎人来说 那就完全不屑一顾 托克维尔还特别爱举反例 他举的就是英国 他对英国的体制 其实非常的推崇 但是英国跟法国的情况 是完全不同 英国的伦敦 其实并没有像法国巴黎 这样在全国的这样的地位 伦敦就是伦敦 伦敦也是一座城市而已 虽然它是首都 但是法国的巴黎就不一样 因为政权是集中的 所有的资源 全往巴黎这个地方汇聚 尤其那个时候 快要开始工业革命了 所有的首工业者 所有的工业 所有的经济 也都往巴黎市中心这边聚集 所以造成了巴黎的空前的庞大 城市的发展 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种逻辑 我们听着也是非常的熟悉 那么在这样一种高度集中的 旧制度统治之下的法国人 他们偏向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 所有这些法国人 都是在旧制度之下生活 他们彼此之间简直完全相同 第八章 千人一面的法国 由于所有的资源都往首都汇聚 在外省的生活就变得千篇一律 都是一样的无聊 一样的没有什么前途 没有什么独特的生活 那么全国就在趋同 各地的生活都是差不多的 全国的法律也都是一致的 国王的斥令通告 也都是面向全国的 御前会议的命令 也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细节都是一样的 造就的法国人 也都是千篇一律的 都是一样 然后各个阶级之间 除了平民老百姓之外 也都在趋同 法国的贵族不断的贫困化 就刚说了 他们的权利其实被剥夺了 那么他们的日子 也不是那么好过 虽然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权 但是他们也开始贫困化 那另一方面 新兴资产阶级崛起 他们有钱了 也在谋求社会地位 那这个旧贵族和新贵 新的这些资产阶级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状态 其实很多地方就很像了 那么到了18世纪末期 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时候 这个贵族和平民的气质 虽然还是有差异 但是说到底 所有地位 高居人民之上的阶层的人 都是相似的 包括贵族 包括教室 包括新兴的资产阶级 他们思想是一样的 习惯品味消费书籍语言 都是一样的 只有在权力方面 他们有所不同 但是这是一个极端 还有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如此相似的人 为何分割成一个一个 陌生的小团体 这就是第九章的内容 就是彼此相似的法国人 反而是比其他国家的人 更加的互相孤立 这情况也在之前 是从来没有过的 托格维尔又拿英国来做反例了 英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英国因为历史上王权比较强大 所以这帮贵族就跟平民 就结成了同盟 所以贵族跟平民之间的联盟 架空了国王 后来形成了君主立宪的传统 而这些贵族 就有现在话说 叫接地气 他至少能倾听一部分平民的声音 所以在英国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 并没有像法国那么尖锐 所以要不然 为什么是法国发生这么激烈的大革命呢 英国虽然在资产级革命的时候 也有大量的流血 也把国王给脑袋给砍下来了 但是后来真正解决问题的是 1688年光荣革命 这是不流血的革命 就是英国人 其实比法国人更加善于妥协 就是说这事 咱别弄到剑拔弩张 最后弄得不可收拾 有什么事咱们商量着来 该妥协妥协 妥协而获得最大的礼 这是英国人的性格 但是法国人就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在旧制度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 这种旧制度时代 各个阶级 各个阶层之间 互相的不信任 互相的 由于自己身的利益 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小团体 这种利益小团体 密密码码遍布全国 虽然从大的角度来看 法国人都各个相同 都是欠人一面 但是这些小团体的利益 又各个不同 最后就造成了 社会的一个大的分裂 托格维尔在这书里边说了 贵族贵族是抱着自己的特权不放 跟平民 跟其资产阶级之间都划清界限 资产阶级 他因为有钱 他获得了相应的地位之后 他跟平民又脱离开来 他自己又形成了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法国 贵族资产者 平民之间的这个矛盾 是不可调和的 人与人之间充满了隔阂 这样的情形 如果任由其发展 就会怎样呢 旧制度的灭亡 所以第十章写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导致旧制度灭亡的原因 是政治自由的崩溃 和各阶级的分离 托格维尔在书中写到说 英国和法国从中世纪之后 这个政策就分到扬镳 英国那边的政策 是越来越凸显出来说 没有纳税人的同意 就不能征税 但是法国就不一样 法国人这个贵族 为了获取相应的政治地位 获得相应的特权 就卑鄙的同意 国王说 那你就随便征税吧 你只要给我好处 你就可以对臣民随便征税 那么这样任期发展下去的结果 就是最交不起税的那帮人 就得负担所有的税 富人免税 穷人交税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的不合理 国王为了收税 想钱都想疯了 他把那些官职直接卖掉 卖官欲决 拿来换钱 而且他更狠 就是卖了之后 会把这个特权 把这个官再收回来 收回来之后 你要再想当 你接着再买一道 哇塞 就已经很卑鄙的 要干这种事情了 那么国王就是这样 不断的向国民去索要钱财 但是国民想要自由 边去 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漫漫长河里边 这个法国的国王 是一个比一个强势 这个路易十四为顶峰 之前的国王越来越强 之后国王 路易十五也就剩路易十六 这个之前所有的这些国王 都是致力于加强中央的集权 都是才华过人 都非常有能力 他越有能力 这个剥削 这个征税 也就越来越狠 而对于君王来说 最好他统治下的人民 是互相分裂的 彼此之间互相不能声援 这才是最好的 这样即使有部分的反抗 他只要对付其中一部分 那就太容易了 而当这些世世代代 都分离的这些阶级 重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一旦见面之后 他们能做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相互仇视 互相把对方撕成碎片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如此激烈的一个原因 第十一章又说 另外一个主题 旧制度下的自由 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作者主要说的意思是 旧制度之下 并不是没有自由 并不是说 就一切都是被压迫的 所有的平民 就除了被压迫 被奴役 被剥削 没有任何的权利 不是这样的 甚至 那个时候拥有的自由 可能比大革命之后 拥有的一些自由 还要多的多 只不过那种自由 是非正规的 时段时序的 而且都是有阶级范围的 并不是所有的阶级 所有的人 都能够享受得到的 可是你要说那种 普遍的最天然的 最必须的各种保障 各种这种天然的权利 在那个时代是缺失的 所以这种名不正 言不顺 享受的这种自由 就让那个时代的人 更加难以忍受 所以大革命的到来 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第二边的最后一章 也就是第十二章 讨论了一个 非常吊诡的现象 虽然文明取得各方面的进步 为什么十八世纪 法国的农民的处境 有时候竟比十三世纪 还要糟 按理说文明进步了 对吧 说法国的农民 十八世纪的时候 就法国大革命之前 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些 封建小恶霸的那些欺凌了 那些贵族已经不掌权了 不会再受他们欺压 来自政府的行为 也很少能牵涉到他们 这前高皇帝远的 是不是 他们也有公民自由 也能拥一部分土地 这按理说 这日子应该是不错的 但是呢 就前面咱们说过的 所有其他阶级的人 都离弃了他们 所有的事都要他们交 他们处境的孤单程度 也许也是最悲惨的 所以甚至还不如 中世纪的农民 也就是13世纪的农民 贵族脱离了农民 逃离了农村 把那个地方上的 这些优质资源 也带到城市去了 一开始国王是鼓励贵族 往巴黎 什么这种大城市签的 边缘他们统治 因为他是不希望 这个贵族和人民 能够结合在一起 因为贵族对他的统治 是产生直接威胁的 但是后来 因为经济因素 贵族自觉自愿的 就往村外边跑 这田园生活 对他们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 所以农村剩下来 都是些什么人 目不识丁 特别粗鄙 国王政令 是发下来都看不懂的那种人 而他们又承担 各种各样的兵役 要打仗的话 就得他们出来当兵 还得交军役税 这军役税 贵族是可以豁免的 但是农民是不能豁免的 还要付劳役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 科捐杂税 对于高高在上的 居于人民之上的 那些等级来说 旧制度的法国政府 是非常的温文尔雅的 彬彬有礼的 但是对于下层阶级 主要就是这些农民 对他们来说 却是非常的冷酷无情的 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农民 就是这样生活在 孤立无援的这种深渊当中 他们被禁锢在农村 所有的这些 其他的高高在上的阶级 包括之前的贵族 和有新兴起来的 这些有产者 都是对他们抛弃了 都跟他们没有任何的接触 所以他们的命运非常的悲惨 这也成了大革命的 一个群众基础 那么通过第二边 那么长的 12章的论述 作者给大家展现了一幅 旧制度的一个图景 就是大革命之前 法国的社会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与我们之前的认识 很不一样 说我们直接就一句笼统的话 说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压迫都多狠多狠 怎么怎么样 但其实压迫 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他的社会的结构 是分裂的 整个法国社会 都处在这种 分崩离析的边缘状态 而这种临界状态 就是被大革命打破了 那么第三边讲的 就是旧制度如何 导致了大革命 第一章说的是 18世纪中期文人 变成国家政治领袖的原因 及其影响 这个其实就是 咱们一开头说的 一些启蒙思想家们 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在革命思潮之前 启蒙时代 Enlightenment的 这样一个时代 涌现了出来 这么一大批的文学家 他们本来是作家 跟社会政治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他们的思想 却深深的影响了 后面的大革命的走向 在革命之前 有一些作家来造舆论 这个现在我们 非常熟悉的历程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 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就一帮文人 根本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 他们说的一些政治理论 怎么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这就是托克维尔要论证的 说什么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在法国 这些人没有政治自由 所以他们才出来说这种 对于社会的一些设想 因为他们并没有实际的政治经验 他们并没有真真正正去实际参政 那么他如果真正陷入到这种政治的 这种事物当中去的话 他们不会说这些 看上去很宏大的一些政治设想 倾向于从整体上要改变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些理论 但是也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了 而且是他们是在法国特殊的土壤 就是咱们第二边讲的旧制度 存在的这样一个土壤 面对的群众是这样一群 千人一面又各个不同 陷入到自己的这些小圈子里边的 这样的一些人 互相之间默不关心的这样一些人民 这些理论对他们才是有吸引力的 才对他们造成了影响 而第二章托克维尔就论述说 为什么18世纪的法国人普遍产生了非宗教的倾向 这对革命的特点有什么影响 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 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微信扫地 对于法国来说尤其是如此 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构成了法国革命的一个特点之一 就是说他要用一种新秩序代替以前的这种秩序 如果没有革命来的话 那无神论 那么非宗教的话也就这样 但是不信他也就得了 但是因为现在有革命到来 人们正是不知道何处立足 何处安顿的时候 这时候你有一个能够代替宗教的东西来出现 那么这个革命就变得更加无可避免了 第三章是说法国人为什么先要改革 后要自由 就是在大革命之前 这个法国人不是一上来就要大革命的 他中间有一些理论家 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 提出了一些什么经济学派的一些思想 包括一些什么重农理论 什么这些东西 他们赞成食品自由交易 商品工商 自由放任 这些经济政策 但是对于政治自由 他们是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的 他们不仅不痛恨王权 相反 他们很多政策是需要靠王权来实现的 所以那个时候流行的是开明专制 是要获得这些封建君主的 或者专制帝王的这些支持 才能够获得实现的 但是后来 人民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了政治自由 后来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而托克维尔不无哀伤的描述这个过程 说把政治自由引入到 与它不相符合或者截然相反的制度和思想当中去 这60年来 就是托克维尔生活的这个年代 在这之前到法国大革命 这段时间之内 法国人民是试了一遍又一遍 革命了一回又一回 最后终于是设弃了1789年的政治自由的目标 退回到了大概1750年的经济方面的目标 第四章又是一个看上去像是悖论的一个结论 为什么旧君主制最繁荣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 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波旁王朝的统治一直是中央集权很厉害的 之前路易十四是太阳王 这是顶点 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虫孙子了 因为路易十四在位实在是太长了 在位七十几年把儿子孙子都给靠死了 那么路易十五在位年限也很长 这也是法国专制的一个很重的一个时期 但是到了路易十六时期 我们都知道路易十六是一个好人 在他统治时期其实经济很繁荣很发达 但是就是在繁荣发展的时候 却爆发了大革命 就是说大革命就不是在统治最严苛的时候爆发的 而是在统治相对薄弱的时候才爆发的 其实正是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 他虽然是经济繁荣 但是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国家借了大量的内债 外债债台高筑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财政政策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这就让本来应该是支持政府 支持路易十六国王的这样一群人 对他也产生了不满 连这样一些本该支持旧制度 旧政府的这些人都起来反对他 这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那么路易十六这样一个好人国王 他本来也想减轻人民负担 第五章就在说 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呢 这个理由咱们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本来压迫是很重的 你现在稍微给他松一点 那他就会想着是不是能再松一点 那么没有松下去的那些负担 也会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最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路易十六时期 国王贵族好像是对人民有善心了 很多政策也是向人民倾斜 但其实这是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怜民 他其实根本就把这些人当做人的 他们可能是出于真心实意的 想要改善人民的这种生活 这样一种激情 有这种激情 但这种激情点燃的却是人民群众的愤怒 而革命的爆发 其实是政府对于人民进行革命教育的结果 怎么那么说呢 第六章 政府对完成人民革命教育所采用的几种方法 也就是说其实是旧政府告诉了人民 其实可以进行革命的 比如说国王向人民表明说 这些东西制度并不都是根深蒂固的 并不是不可改变的 就是你看国王亲手解散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可以解散 政府是不是也可以解散 一切皆有可能 没有什么旧事物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人民就在这里边获得了这样的一种认知 路易十六国王出于好心 做了不少的改革的措施 但是这些改革有些是朝令夕改 有些是根本就出于一种理想的一种想象 但是给人传达出来的印象 确实那没有什么不可以更改的 那么一旦革命爆发了 那就什么都可以改变 总之是旧制度给大革命做了很多的榜样 展示了很多的可能性 这些都在大革命的时候被利用了起来 而1787年 也就是在1789年 这个革命正式爆发之前两年 这政府进行了一场改革 最终成为了大革命的一个先导 第七章 为什么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 结果如何 结果就是刚才说的 一次巨大的失败 而无所适从的混乱 最终导致了大革命 那么到了最后第八章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作者做了一个总结 大革命是如何自然而然爆发的 正是在法国 传统那种封建制度已经失效 就是这帮贵族已经不再直接统治人民 但是旧制度当中的一些会伤害或者刺痛人的东西 比如说这种特权 免征设的特权 各种各样的这种特权 却深深的伤害了人民群众 也让贵族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的一个阶级 越来越脱离人民 而且让贵族变成了一种种姓 这种种姓就完全是一种出身上的人 身份上的这种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就让人难以忍受 这种情况只在那个时候的法国发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革命是发生在法国 贵族离弃的人民 对新兴的资产阶级也不怎么待见 选择疏离 避开 成了国家中的孤家寡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贵族阶级 在存在了一千多年之后 在一夜之间就被推翻了 而国王 国王政府废除了各省的自由 在法国的各个地区取代了所有的地方权利 事无巨细都要自己插上一手 就是中央直接掌控地方 巴黎成为了全国的主宰 这个体制一直延续到了大革命之后 由于旧制度当中 没有自由制度 也不存在政治阶级 也不存在政治团体 也不存在什么有组织 有领导的政党 所有这些正规意料全都没有的话 那么领导权就落在了一些哲学家 一些作家的手里面 他们的那些理论 就指导了革命的方向 最终他们设想的崭新的政体 就取代了法国这种古老的政体 大革命摧毁了宗教 人的思想 摆脱了所有的宗教习俗法律 这样的一些束缚 这胆子也大了起来 而亲身参与革命的这些人民群众 看上去很鲁莽很粗鲁 但是法国人民很早就获得了相对的一些自由 拥有了部分的土地 彼此之间孤立 还不互相的依赖 就显得很有节制 也很自负 又非常熟悉劳动 然后就变得非常的单纯而刚毅 这些就非常适合做士兵 就构成了强大的军队 这就对整个欧洲势力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威慑 但是同时他们也变得非常的危险 由于他们的命运长期以来非常的悲惨 所以他们一旦变得 无法忍受起来反抗的时候 他们将会摧毁一切 全书的最后 作者是探讨了一下 法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两种激情 一种是对于平等的追求 一种是对于自由的激情 这两股激情互相碰撞 终于造就了法国大革命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当中 对于自由的这种追求 是实强实弱 或增或减 并不是恒定的 但是对于平等的激情 则始终如一 甚至有的时候非常的盲目 这就造成了大革命之后的社会 平等有余而自由不足 这也是作者对于法国大革命 最深的一个反思吧 好了 我们现在算是把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整整一本书 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这本书其实并不厚 但是因为它牵扯到的话题 对于普通人来说 其实比较遥远 但你要说遥远吧 这书里边写到的分析方法 还有对于当时 法国大革命前后 法国社会结构的这样一个分析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有借鉴意义 法国大革命高扬的民主 平等的这些价值观 到今天依然有效 而且当时法国波旁王朝 改革失败诱发了革命 而革命又是那样摧枯拉朽 泥沙俱下 我们中国也经历过长期的革命 这个革命对于我们现在的影响依然存在 如果从这个革命的源头来讲 就有法国大革命的渊源 那么在我们今天改革的进程当中 如何对一些事物进行理解 又如何能指导我们的行动 这些我们从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当中 确实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好了 很高兴陪伴大家进行了一场思想的旅程 有关于这本书 我们就聊到这里 咱们有机会再见咯 咱们有机会我 谢谢大家